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组织受损 比如说骨折 好 我们先来放小孩子的案例 手骨裂案例 好 它是摔转 如果照你刚刚讲的指数 有一些地 但没有跑掉的话 那我认为 事实上根本不用买 这个太重了 你会不会放 哪里放 这里在动作 这样子 它现在这里动 因为这里引起 总不会伤口 等于从这一点一直放下来 那这一点是这里的 所以我按这里 它这个动作 那这里的动 我要按这里 这个叫肩负原始统 它撑下来的时候 这里是很容易放 那你看 你一直在注意它的坏度 事实上它伤到的这些动用 来 我们再来试试看 你再先打开 会不会动 有没有 这个孩子假设没有去造 我们看到手肘肿痛 原始点有没有办法处理 有啊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它的痛一定是有怎么样 他处引起的 那我们肩部原始点揉一揉 那肿呢一定是壮的组织受准 我们直接温敷就好 如果已开始它没有去造 这样说来 原始点处理方式也这样 那造出来 我有没有改变 确定骨折了有没有改变 还是没改变啦 该按推的按推 该温敷的还是温敷嘛 所以造与不造 对原始点一点帮助也没有 处理的方法全部一样 好 那这个也是组织受损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你们 因为它修复时间实在太快了 21天 你们可能会怀疑是不是孩子 因为在医学上可能没有那么快 起码都要一两个月 我跟各位讲真的 没有在21天就能完全修复好 痛也没有了 痛消失了 那肿呢也不见了 好 我们再来放一个老人家 手骨折案例 缘起 2015年7月20号上午 约10点左右 87岁的母亲站在小板凳上 踮脚尖伸手取高处物品 一个重心不稳 双脚踩空 身子突然往右前方跌下 右手掌不自主地往地板上用力一撑 导致右手腕骨头断裂 扭曲变形 马上疼痛难当 整只手动弹不得 于是立刻去挂急诊 我们私底下就已决定不开刀了 医生的处理 用固定器材石膏 固定母亲下手臂到掌心和指头 这部分我们是同意的 医师也开了三天的阵痛剂 及筋骨损伤两种药 并嘱咐我们三天后回诊 但我们既没用药也没回诊 当天下午从医院回到家以后 马上以姜粉泡温开水让母亲喝下 接着以红豆袋及暖暖包 从肩甲缸以下到手臂手指头 尽量给予覆盖 即使有一部分隔着石膏 也都密集地进行长时间温敷 接着按推肩部原始点 以及肘部原始点 同时也按推头部 颈部 上背部 和肩甲旁内侧 大量温敷加上适度的按推 让母亲心胸舒畅 疼痛明显舒缓 当天晚上得以友好的睡眠 有利于恢复好的体力和精神 第二天 7月21日早上 母亲一起床 我们就帮她进行安推 仍给予红豆袋温敷 并让她喝姜汤 四两生姜 以12碗水熬4碗分两天喝 这天她的手虽然还是肿的发亮 尤其手腕和手背处 但母亲说疼痛已减轻很多 三餐饭菜尽量采取淡胃及浆胃 坚持温热性 暂时当然不能吃任何水果 并让她多走路作为运动 感想 这个案例属于本处体伤 又是老年人骨折 修复期本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从7月20日至8月9日 期间只有约三星期左右 前后比对 2015年7月20日 2015年7月22日 2015年8月9日 母亲的手从一开始的疼痛 肿胀动弹不得 倒可以掩佛珠吃饭洗澡 将近90岁的老人 修复力这么强 实在令人惊讶 这个是检查完后回来 还是都是用原始点 前后一样21天 这个在医学上 我看都找不到 好 那如果照西医的方式呢 我们现在来放一个年轻的 也是手腕骨折的案例 手部骨折案例 骨头断多久了 大概两个月 那还在痛吗 你把它拆开好不好 两个月不要包了 你现在痛哪里 你先看看 现在这样痛不痛 会喔 好 那来 你站这一边 我站这一边 那人插腰 这样可以吗 这样还可以 好 那就这样 这里痛不痛 还可以 这里呢 这里就痛了 这里呢 这里超痛的 这里呢 这里喔 你伤在这里 结果包那里 是不是 这里痛不痛 好 这里还好 那就是这里最痛 好 那我们就把这里进去 好 这样已经揉好了 快不快 快啊 这个一分钟内没有做好 我也觉得对不起各位 好 这样 来 你再掀掌看看 好 欸 怎么样 很松了喔 所以他 你病不在这里 你看他干嘛 干嘛 干嘛包这里 包得那么好看 不要再带了喔 知道喔 这个患者是他妈妈 硬逼着来基金会 给我揉 因为西医叫他开刀 这个孩子也准备再开刀一次 因为西医说 两个月骨折还会这样 就是因为骨折长的位置 还是有问题 所以还会产生痛 所以西医他们对痛 手腕的痛 就是如果你有骨折照出来 他们不满意 还准备再开一次 但问题 这个痛很显然就是他处引起的 又回到我们研头讲 所以总是消了 两个月 时间也够多了 身体也本来 你不管自对自错 两个月应该六十天也可以修复 但痛呢 有时候你他处体伤没有按 你不要说两个月 有时候半年一年 有时候都好不了 那你还是要把这个开关解开 但西医没有这个概念 准备还要开刀一次啊 所以他妈妈才急着把它拉过来 就处理一下他就改善 所以这一刀就怎么样 拧了 真的是刀下留人 好 那这样一路看下来 这些组织受损 有没有对原始点造出来有没有影响 没有啊 该按推的按推 该温敷的温敷啊 所以知不知道 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怎么样 对我们重阴解症的帮助 有没有帮助 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如果大家做原始点 你越了解 看更多案例 然后也了解 哇 你对医学很快就能够进入 因为 这绝对不是从理论上钻出来 而是从活生生的案例 病人 他们用身体视线给你看 而归纳出来 这个更直接 更震撼 好 那我们 这一段都已经谈完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通过仪器检测发现异常 往往需忍肌挨饿空腹进行 甚至还需忍受小麻醉剂 内视镜 放射线 抽脊髓 穿刺 切片 所带来的不适与风险 殊不知付出这么多代价 查出的异常不仅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现今医学中的一大误区 就是错认果 将衰老的异常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而使病人变多 其实 异常与疾病一样 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它是果而非因 如果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 就会犯两种错误 首先是疑症多因的错 即认为一种症状 可由多种异常所致 比如痛症可由异常形态 如肿瘤 骨刺 椎间盘突出 关节变形等 或异常指数如高尿酸 高血糖等引起 但原始点 经临床实证确认 所有症状皆由体伤直接导致 即体伤这一种因 可导致多种症状之果 例如头部体伤可导致头痛 眼肝 眼肝 鼻色 耳鸣 牙痛 面码等 所有头面部病症 也就是一阴多症 而非疑症多阴 再说疑症多阴 疑疾 疑果多阴 也与理不通 正如一个母亲因 可生出很多孩子果 而一个孩子果 不可能有很多生生母亲 因 所以认为一种症状 可由多种异常所致的疑症多阴 本质上是导果为因 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是果生果的错 其认为一种异常可导致多种症状 比如肝硬化可导致腹水食不下 肺纤维化可导致咳嗽气喘 糖尿病可导致皮肤溃烂 眼睛瞎 高血压可导致头晕 脑中风 椎间盘突出可导致腰痛 腿痛 肠细肉可导致 腹脏 便秘 癌肿瘤可导致倦怠 暴瘦 疼痛 甚至死亡 但异常就像发白不会导致头痛 头晕 面皱不会导致敷养 溃烂一样 果是不可能生果的 再说要是果可以生果 则如同不虚父母 孩子本身就可生出地妹来 一颗苹果也可以生出同一树上的其他苹果 甚至香蕉 葡萄来 这岂不是天下大乱 因此认为一种异常可导致各种症状 即一种果可生出多种果的果生果观点 本质上也是倒果为因不能成立 好 我们先来说 西医把所有身体内部的异常形态 或是异常指数 都当作什么 疾病之因 甚至是疾病本身 那把异常当成这两种 我们病人就突然间变多了 所以这就可以从医院看出来 现在你看医院病床一味难求 大家急一急一赶去 为什么 没有病的只要被检查出什么异常形态也好 异常指数的也好 都被西医说成是一个恶性什么肿瘤啊 什么恶性病啊慢性病 不处理会怎么样 一个一个下的只有去排队了 所以最热闹的地方 我看都不是菜市场 现在最热闹的地方在哪里啊 真的啊 医院啊 那里挂号的人也多 住院排队的人也多 尤其大医院 那为什么会这样 把异常 也就是衰老当成疾病啊 要不然怎么可能 医学不是越来越发达了吗 仪器越来越精致了吗 然后设备都是最先进的 然后盖的都是高楼大厦 结果病人 比以前任何时代的病人更多了 这些病人从哪里来 医学制造出来的啊 所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说最主要就是老病不分啦 简单讲 异常是一个衰老 因为体内会老化 老化它就有很多异常生出来 就像我的鼻子啊 就会老化 老化有时候也会生出 不应该生出来的东西啊 但它没有症也没有状 你就不用管啊 那身体很多东西是 没有症也没有状 根本不用管的 连你死了 如果真的没有仪器检查出来 你都不知道你会长出那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看了反而烦恼 反而不该处理的反而处理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医学 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你们看着办 病人不可能越来越少 也许哪一天你们检查 就是其中排队的一个 好那接下来它有两个问题 它会把这些异常说服患者 它是导致疾病的主要的因素 所以要解决疾病 必须先解决怎么样 异常 哇这个就猛了 所以它就发展出 有两种错误的说法 第一个是叫一症多因 它认为这个症状 比如肚子痛 它不会告诉你 这个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它说一定要怎么样 检查看看 我才能确定 那就会做很多检查 包括照影影片的检查 还有什么抽血的 各种指数的检查 那我们现在刚刚已经讲过 这些异常指数跟疾病完全无关 比如说痛风会不会 那个尿酸膏会不会痛 我都做治过了 脚趾头肿痛 你把那个上面的开关 也就是影状肌 脚背部揉一揉 那个拇指的肿痛那个痛 就立刻缓解 虽然肿没有消 但它的症已经不再痛了 那就很表示 这个跟指数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一路做出来才知道 根本也无关 所以指数根本是不需要检查 那也就是 如果西医勉强说要检查 那个我认为抽血 是完全的多余 从重阴解症这个角度 根本是多余的 顶多你说照影检查 异常形态 会不会影响病症 还有讨论的空间 但那个空间 非常的小 几乎也跟病症 几乎没什么关系 偶尔有一些有关 但绝大多数是无关的 现在的情形是这样 好 那 结果他们认为 一阵多因 什么都要检查 那你一个肚子痛 你检查出什么 他就说你什么 比如说 你检查出长沾黏 他就说你组织受损了 就是这个要割 盲肠炎就割 然后如果是胃肿瘤 肿瘤就割 反正检查出什么割什么 是这样的治疗啊 他不分了 所以 这样的理论 从原始点的角度 一下子就可以打破了 因为原始点 你看 一个头部 他可以管整个头部的病症 包括疼痛痠麻痒这些 你只要按了 他就立刻缓解了 所以只有原始点 能破西医 现在中老病不分的 要不然 没有一个人看透西医 在玩什么把戏 那原始点你只要按了有效 我说他处体伤 按了有效的 跟所有的检查完全无关 因为他是跟开关有关 跟这些检查的 什么讯号啦 异常指数啊 或是什么异常形态 完全是无关的 那你们就可以保护 那这个原始点的理论 也可以证实一点 他一个体伤 可以管那么多病症 也就是一因多症 那西医反而刚好相反 一症 一个症状 他说背后有很多原因 害大家都紧张的钥匙 不得不去检查 这个是完全不合乎逻辑的 我就举孩子而言 一个孩子 孩子只有一个怎么样 母亲哪有那么多的母亲的 哪有那么多的因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也不合乎逻辑 也不合乎因果的定律 所以很显然 这样的逻辑 它只有一个目的 达到什么目的 西医要达到很简单 你任何病症都要做检查 所以西医最好赚的就是检查 所以你们也不知道 什么该检查 什么不该检查 事实上大部分是 都不需要检查的 如果从重阴解症 你体质好了 所有病都好了 你干嘛要检查这些衰老 头发白就白一点嘛 多几根白 少几根白 有什么关系呢 你离皱又有什么关系呢 老了一定会皱嘛 身体的变化 老了一定会变化 哪有一个老了还不变化 除非你是鬼怪 只要是人都会变化 那你们都知道会变化 为什么还要去检查 然后再被人家说东说西的 害怕的要死 所以这个是西医导出来的 一个叫做什么 一阵多医 目的就是让大家都 把衰老当成疾病 那一定要做各种检查 也就是让你们先掉入 那医院自然就病人怎么样 圆圆不绝啊 这是第一个目的 那第二个说 它是疾病之因 就是果生果 也就是当你一旦检查出来 它为了让你能够接受他们的治疗 这是第二个目的 也就是你如果不治疗 你高血压就会导致什么 脑中风 你糖尿病如果不治疗 血糖高了如果不治疗 你以后手脚就会烂掉 坏死 就要节肢 然后眼睛就会瞎掉 你们听到这里害不害怕 害怕啊 你得了癌肿瘤 如果你不处理 你的生命只剩一年到两年 你敢脱吗 甚至有些更狠的医师 你这个不治疗 大概我看几个月就差不多了 我看你就更慌了 然后如果还不去 他会想这个恶化的特别快啊 甚至几天就可能来不及了 你慢一天 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类似这样的话 民众根本是无从分辨 所以这个是果生果 这个目的最主要的是 当你一旦检查出来 他让你心里产生害怕的心态下 做了不明智的决定 然后就这样被割了 那割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这样就有了事了 没有 癌肿瘤割完 他还叫你吃毒药 也就是化疗药 化疗没有死还活下来 他还会叫你颠颠看 不是一招就放过你的啊 后面的苦头还一系列的等待你啊 你以为心脏病 胸闷胸痛 他检查出来心血管堵塞了 你真的照他的方法 开了 开心了吗 开心没完啊 以后你每天都要吃药 就这一辈子已经被药掌握住了 因为他说你如果不吃 不管是装支架或是怎么样 他还是会怎么样 以后会堵住的 所以你一定会被血栓堵住 所以你一定要吃这些药 那也不是开完刀 原来开了这一刀 还跟西医怎么样 结下了很深的阴炎 这辈子想脱离都很难了 想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果生果 所以简单的讲 我发现病人把异常当成疾病 从衰老把它变成疾病 这一个过程中 病人增多了 那病人都是在洗脑的状态下 也就是他认为一个症 后面一定有很多因 这个第一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那叫你只要有症状都要做检查 即便你们没有症状 现在很多人每年都在做健康检查 哪一天你检查出什么异常形态来 我看你脸都绿了 不好玩的 那如果检查异常指数 也可能吃一辈子的药 都有可能 所以这些检查在我看 是最大的陷阱 绝对是最大的陷阱 但多少人能领悟啊 而且很多根本从他处底伤一按就知道 所以这两个导致病人增多 也就是把老病不分 那他借助着一阵多因 还有果生果 检查出来让你去检查 那检查出来一定要治疗 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 那所以几乎所有民众很难调脱 西医这一套的系列 真正能够智慧看穿它 而寻求自然疗法的 真的越来越少了 即便有时候原始点 告诉很多民众的真相 他连听都不想听 哎呀三天太久了 我干脆去找西医一颗药 先吃一吃看 但是他吃了不知道 可能一辈子都这样吃药 他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老病不分 患者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少 你们看着办 我以后走了 如果原始点没有发扬光大起来 我看病人绝对不会减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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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